因应10月份的中秋和国庆廉假,交通单位事前准备,要迎接广大的人潮和车潮,除了国道客运和租车业者联手推出了优惠,公路总局副局长黄运贵也鼓励民众要多加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,来减缓国道5号雪山隧道的塞车之苦。 10月份一连两个连续假期,让各交通单位上井发条严正以待,其中铁路部分北回县早已全部客满。 后疫情时代的报复性旅游,也让租车业者感受到人潮回龙。 旅游的爆发,那因为大家会骂出国嘛,变成说大家都在国内旅游,那相对于说业绩对于旅游这一部分的话,都会有提升成长。 那包含说现在的趋势的话,其实很多人就是不太愿意就是开车,那就是说来到在地的时候直接租车,那尤其现在租车的部分的话,就是各大业者都有提出优惠,那对于业者,对于业者跟旅客来说的话,其实都是有互乎成长的。 北花国道客运为了抢占旅客也推出了优惠。 中秋节连续假期和双十节连续假期,我们提供的是来回票十百块,从板桥或南港往返花莲,那这不但包括我们首都客运,台北客运,童年客运都一样提供这样的优惠。 那同时我们到台北的游客到花莲来之后,再租这个汽车或是机车,那也还会再有优惠,还有一个加码,就是只要在中秋节和国庆 在廉价期间来搭乘我们的国道客运,我们都会在南港板桥和花莲站提供客人热咖啡和热茶的服务。 公路总局副局长黄宁贵日前来到花莲,慰绕客运及租车业者辛劳,同时也呼吁民众可以多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。 三家的国道客运,当然最主要是说能够降低国武塞车这样一个的问题。 国道客运业者表示,如果中秋国庆廉价的预售成果良好,未来在元旦和春节假期都有可能继续推出优惠方案。 介续会欢迎视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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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